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第四次铜锣体验 心轮的部分 然后还有要感谢很多订阅者 或者是群里面的家人都好 都有私下跟我讲葛瑞斯的部分 目前有家人跟我说葛瑞斯的IG 最新的更新就停留在12月17号 只是没有做影片而已 那我相信他是平安的 在这边先跟大家说谢谢 真的谢谢你们 有你们的帮忙 虽然葛瑞斯还没有跟我联络 不过也没关系 我只要知道他平安就好 所以一样在这边都会送上祝福 也希望看影片的大家都能够平安哦 最近天气比较骤冷 所以大家要注意保暖 注意保暖 好 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第四次的铜锣体验 那这一次的体验是针对心轮的部分 你们也可以听听就好 因为今天也是赶时间 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是结束之后没有办法停留 来听听现场所有家人的感受 不过我有请他们把那个心得啊 或者是感触啊 留言在我们的1111的群里面 或许其他在群里面的家人就可以知道 这一次心轮体验感受是如何 我先讲我自己 那可能已经体验第四次了 所以我觉得我的身体还蛮快就进入到 另外一个频率 也就是说我是整个放松 然后让我自己的意识形态 进入在那个铜锣的声波当中 我觉得我一开始呢 也是很快就看到类似像宇宙银河 其中一个银河的画面 那再加上放松 把身体交给他 交给那个振动频率之后 可以看到很多的能量的流动 能量点点的流动 那我觉得就很享受在那个当下 那当然我的心轮的部分有揪一下 揪一下的感觉 那是从我的右边揪往左边流动 就他是这样揪过去 揪过去这样 然后呢 还有看到一些蛮特别的画面 应该是在能量场里面有很多美好的画面 那身体来讲到中后期 我觉得我的身体已经不见了 就是手脚啊 身体可能只剩下一点点 只剩下一点点 然后四肢的感觉是已经没有的 就是感觉没有手脚的概念 我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想象 那还有电流当然是会有啦 就是能量的在身体里面串动的流动是有的 那当然在流动的过程 然后再加上四肢不见 我觉得那个是很奇妙的重叠感觉 就是你会知道有东西在体内流动 但是却又感受不到你四肢 就是没有手脚 如果你要去幻想没有手脚的概念 就有点像什么 你手脚都麻掉了 你手脚都麻掉的感觉 我觉得有点像那样子 但是因为你是躺平的 然后都放松 也没有东西压在你的手脚 所以不可能我的手脚是会麻掉的 也就是说我已经松到 就是那样子感觉 就我已经把我整个交出去 然后还有看到那种 类似像 如果你没有玩生存游戏的话 有那种读圈的概念 就是好像有一个能量 就是能量的频率 就是这一道的左边是另外一种频率 然后呢 这一道波的右边就是另外一种频率 你会看到两个不同世界的波在流动 然后到后期的时候 在整个交托的时候 我又看到就好像 你是水的一部分 你是 不要讲水 你是声波的一部分 那你是其中一个频率 其中一个频率 然后呢 不同的声波在上面交流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有点像涟漪 水的涟漪 水面的涟漪 你如果是这样子看着水面 如果你在这边滴滴水是不是会有涟漪 然后这边滴滴水也会有涟漪 那你会看到不同的涟漪在中间交错着 那是能量的能量流动交错 我就觉得我是其中一部分 我只是躺着看那个能量的波动在流动 我觉得很特别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 那我觉得 我觉得 这一次呢 跟上一回是一样的 就觉得时间还蛮短暂 嗯 觉得 感觉一扎眼就要结束了 那我觉得 我要结束之前 因为我怕我忘记 所以我就赶快跟大家讲说 我觉得很特别是其中有一个 因为我是完全放松 完全放松 我才能真正的在那个能量流动里面 或者是声波的震动当中去体验里面的感觉 但是有一个人物的画面突然咻 然后就过去 实在太妙 我讲我在现场讲完这个人的名字 大家都哄堂大笑 就觉得 怎么那么奇怪 但要先跟大家讲 我没有最近都没有想他 然后也没有看他的影片 也没有看他主持的节目 但是突然就这样子的一个人的画面 你们猜猜看是谁 真的是 八杆子打不着的一个人突然就飘过来 让我看到 他是谁呢 他是艺人白冰冰 好特别齁 我觉得真的很特别 超特别 而且 真的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人 然后这样画面 然后进来 然后出去这样子 很清楚 很清楚 那时候其实已经快结束了 那我觉得这是今天心轮体验 就是心确实有揪一下揪一下 那当然心轮部分是有有畅通的 就是有被疏通到 才会有揪一下揪一下的感觉 就能量过去 过去 过去 我觉得还蛮舒服的 蛮舒服 那会带着大家 就是带着群里面的家人来体验这个铜锣 体验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的子权啊 很认真啊 那我觉得他每一次都有在进步 每一次都很用心在为大家做准备 那我相信他未来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 就好像群里面其实也有其他家人在身心灵的其他领域上面正在茁壮着 这一点是我个人真的很开心的一件事 我觉得身心灵的领域如此的宽广 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在服务大家 那当然不同的人会需要不同的服务 那大家在这个群里面能够互相的取暖也好 或者是互相的学习也好 或者是付出也好 然后从这当中再得到自己的成长 然后看到大家变得慢慢的不一样 这一点对我来讲真的是 无比喜悦 这个比我拿到很多现金都还要很高兴 我去高雄上课的时候有跟家人聊到这一块 尤其是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可能不是在身心灵上面发光发热 但是可能是他个人自己的 不管是生活上或者是转念上有进步 对我来讲 对我来讲他们愿意跟我分享 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个比你去做什么什么不失 或者是去做什么什么善事 那种喜悦我说不上来 但是我从内心由衷的跟大家说 我真的之前有用影片跟大家讲 我愿意为大家做提高震动 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幸福 我看到你们幸福 我真的那种幸福感就从内心散发出来 我看到你们快乐 我的快乐感也从内心散发出来 我看到大家进步 然后那种喜悦 那种微笑的时候 我那种喜悦也是从内心会散发出来 那个是用钱买不到的 那个真的是用钱买不到 所以我也感谢子权 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一直很努力 所以我也很愿意用很认真的心去参加他这个 就是带着大家去做这样的活动 那当然他也没让大家失望 所以未来如果你们有其他想要体验的话 不一定要在群里面找子权啊 就是说你们附近你们知道的 你们都可以去体验看看 我相信不同的人带领着体验铜锣 一定也有不同的感触 那今天只是分享我第四次心轮的感触 还有六次嘛 因为子权说有十次 好啦我慢慢体验 体验完再跟大家做分享 OK今天分享到这咯 那也谢谢大家 让我知道葛瑞斯平安 你们大家也要平安哦 I love you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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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